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内容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股市新动向 婉转数据看未来 我们将带你一探美国股市的最新走势 以及日本股市因日元贬值而面临的挑战 接着在劳资争议落幕 维珍赌场酒店罢工事件中 我们将关注拉斯维加斯一场结束的劳资争议 以及其对未来合约谈判的影响 最后创业热潮再起 美国创新的回归将带我们了解 美国近年来创业热潮的回归 以及这波创业潮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市场中 各种因素纷纷影响着股市的走向 从东京到悉尼再到拉斯维加斯 每个地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 但都反映出全球经济的微妙变化 和工人阶级的斗争 日经亚洲报道说 尽管日元贬值和创纪录的利润 丰田的股价在过去六周内 却下跌了约10% 这一现象揭示了日元对美元汇率 与日经股票平均指数之间的关联性 在近年来已经减弱 表明一个弱势日元不再能自动提振股价 日本公司采取的措施 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势日元的影响 也限制了弱势日元的好处 投资者现在越来越关注 弱势日元的负面影响 而海外投资者在日元贬值时 其对日本股票的回报也在恶化 与此同时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美国股市上周五收高标普500指数 录得连续第三周的上涨 该指数上涨了0.2% 尽管在一份美国消费者情绪报告 令人失望之前 曾一度走向更大的涨幅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1% 在联邦储备系统 可能在今年降息的重新希望 以及一些关于公司利润的积极报告的支持下 标普500指数 现在距离其记录高点 仅0.6% 在美国 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 工人阶级的斗争继续展开 据美联社报道 内华达州最大的劳工联盟 完成了一场 旨在向维珍酒店拉斯维加斯施压 以同意一份为期五年的工资 和福利合同的48小时罢工 超过700名隶属于烹饪工会 Local 226的工人 从周五早上开始 在这家靠近拉斯维加斯 大道的1500间客房的酒店 赌场罢工 并于周日早上结束罢工 合同谈判定于周二恢复 这些报道反映出 全球经济的不同层面 从企业利润和货币价值的 波动到工人权益的争取 在丰田股价的下跌中 我们看到了货币贬值 可能并不总是企业的福音 在美国股市的上涨中 我们看到了 市场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反应 而在拉斯维加斯的罢工行动中 我们看到了 工人阶级对公平待遇的坚定追求 这些故事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但都揭示了 全球经济相互连接的复杂性 以及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 不同群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 受到影响 在美国股市的世界里 每一分每一秒 都充满着变化与机遇 最近一些特定板块的表现 引起了华尔街分析师 和投资者的极大关注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趋势 以及它们背后的原因 和可能的影响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美国的公用事业股票 近期表现火热 过去五天内涨幅超过4% 记录了今年最好的一周表现 而且由于长期利率下降 和人工智能对电力需求的增加 标普500公用事业 ATF在2025年上涨了12%以上 随着数据中心数量的增加 和制造业的回归 能源消耗预计会上升 这将导致对电池厂 和制造计算机芯片的 工厂需求的增加 在银行业 私募股权的作用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雅虎美国指出 纽约社区银行NYCB 正在考虑将部分风险 转移给私募股权公司 或华尔街资金管理者 这是银行减轻监管负担的 一种热门方式 随着监管者最终确定 巴塞尔三协议 这可能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 因此 对这些信用风险转移的需求 今年将增长20% 例如 印第安纳商业银行 在11亿美元的护理 和老年住房贷款上 发行了1.58亿美元的 信用链接票据 而美国银行和亨廷顿 转移了数亿美元的汽车贷款风险 在其他经济数据方面 雅虎美国报道 由于缺乏关键经济数据 美国股市上周收高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 标普500指数跳升了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增长了2% 随着企业财报季节的放缓 沃尔玛 加德堡和阿里巴巴的股票 将成为本周的关注焦点 本周还将发布一些关键经济数据 包括4月份的通胀读数 和零售销售数据 前者预计将显示通胀放缓 这可能导致联邦储备系统 在2024年降息三次摩根士丹利 就是这样预测的 通胀放缓 对股市可能是一个积极信号 正如Funstrad研究部门负责人 汤姆·李所说 总的来说 从公用事业股的 上涨到银行业务的风险转移 再到通胀和消费支出的最新动态 所有这些因素 都在塑造着投资者的决策 和市场的未来 随着企业和经济数据的不断发布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觉 寻找机会 同时也要对潜在的风险保持警惕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 了解趋势 数据和分析师的观点 对于制定明智的投资策略的至关重要 在一个充满创新和变革的时代 美国正处于一场非凡的创业热潮之中 但这样的创新精神 与技术发展背后 却隐藏着一些令人不安的真相 从阿尔贾兹拉 LJZERA深入报道到 经济学人Economist的乐观分析 再到雅虎美国 Yahoo US 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最新评论 这些报道揭示了一个多面向的世界 其中包括科技创新 经济政策 以及道德责任的重大问题 首先 阿尔贾兹拉的报道 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 包括谷歌 亚马逊 微软和IBM 被指控参与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 这些公司提供了以色列军队 AI程序的核心基础设施 这些程序被用来执行对巴勒斯坦的 令人震惊的破坏行动 据称 以色列军队在AI程序的协助下 屠杀了近35,000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超过14,500名儿童 这些科技巨头 虽然在这些项目中的 直接参与程度上不清楚 但他们确实提供了构建这些程序所需的核心基础设施 包括计算机芯片 软件和云计算 这篇文章还指责硅谷支持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 并协助以色列监视巴勒斯坦人 与此同时 经济学人的报道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聚焦于美国正在经历的一场创业热潮 这篇文章提到了像南卡罗来纳州的 Incora Health这样的新兴企业 他们正在开发可能颠覆行业的创新产品和服务 尽管许多初创企业最终会失败 但一些成功的案例表明 美国仍然拥有创新和创业的潜力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商业活力的下降与较弱的生产力增长有关 在经济政策方面 雅虎美国的报道 关注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最新动态 联邦储备官员支持主席捷一 鲍威尔·J.Paul的立场 认为利率将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几位联邦储备官员表示 他们将谨慎处理货币政策 因为他们评估年初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 并决定未来几个月这将如何变化 下一次更多的明确信息 将是周三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读数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全球局势 其中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与道德责任 经济政策的挑战密切相关 从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科技巨头 到美国创业热潮的重燃 再到联邦储备系统 对利率政策的慎重考虑 这些故事反映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和机遇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创新和技术的力量既有可能推动人类进步 也可能成为道德争议的源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故事将继续展现出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提醒我们 在追求创新和发展的同时 也要关注其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 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挑战 从日本的科技依赖问题 到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物价上涨抗议 再到美国的房贷利率波动 这些事件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下的经济脆弱性 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复杂性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日本目前正面临一个显著的问题 及对海外技术巨头的过度依赖 随着日元的贬值 日本的数字服务行业 尤其是依赖亚马逊等海外科技公司 提供的云服务的企业 成本急剧上升 这不仅压缩了利润 还导致了日本的数字赤字 财富流向海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政府现在正专注于发展国内基础设施 但由于外国供应商 在异用性和安全功能方面 仍具有优势 这一转变并非一事 另一边乡 雅虎美国报道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 发生的抗议活动 当地商人们因应食品 燃料和水电费用的上涨 而关闭店铺 示威者焚烧轮胎 抗议活动转变为暴力事件 导致一名警察死亡 多人受伤并被警方拘留 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 阿里扎尔达里召开会议 讨论如何平息抗议 尽管当局表示 该国的月度通胀率 已从40%以上降至17% 但物价上涨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仍然巨大 在美国 房贷利率的波动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根据雅虎美国的另一篇报道 尽管房贷利率略有下降 但在通胀放缓和联邦储备系统 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之前 预计利率将保持高位 目前 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 平均为7.09% 而15年期固定房贷利率 平均为6.38% 文章建议人们 应该关注个人财务状况 以降低利率 而不是等待市场利率下降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 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的挑战 无论是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社会不稳定因素 还是个人经济负担的增加 都凸显了 在高度相互依赖的 全球经济体系中 各国和个人 需要如何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在政策制定 经济策略 还是个人 财务管理方面 都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今天 2024年5月12日 美国的存款证书 CD利率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归功于联邦储备银行多次加息 目前 最佳的CD利率 适用于较短期限 一年或不到一年的期限最高利率 约为5.00%的年化收益率 APY甚至略有上浮 而两年或更长期限的CD 其利率则更接近于 4%至4.5%的APY 尽管如此 寻找提供有竞争力利率的更长期限 CD仍然是可能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